此地无银三百两 故事后,有个人钱很多 他怕放在家里不保险 就悄悄地拿出去埋在地下 他挖了一个很深的坑 把银子埋下去,又把地弄得平平的 以免别人发现 这一切都做好后,他还是觉得不稳当 忽而灵机一动,想了一个好办法 即在埋银子的地面上 放上一个写着死地无银三百两的字条 他这样做了后,心里很是满意 于是兴冲冲地回家了 邻居有个人名叫王二 他看见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字条 知道下面买有银子 就悄悄地把银子挖了出来,拿走了 王二偷了银子,生怕别人怀疑他 也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即写了个隔壁王二不曾偷的字条放在地上 由于这个好办法 王二偷银子的事很快就被人发掘了 后来人们用此地无银三百两 比喻想要隐瞒掩盖,结果反而愈加暴露 小朋友们,你们说他们的行为是不是很可笑?